大家好,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來到今天我們就像昨天一樣 講回不同的家庭用品的日文 今天會講以下這10個的 第一個就是Kaki Kaki就是你回家開門的鎖匙的意思 當你開完的房子之後 你就需要換雙鞋 換家的拖鞋 拖鞋的日文我們叫做 Sleeper 我們夏天回到家 因為房子很熱 很熱的時候我們就需要用到這個風扇 風扇的日文我們叫做 Sanfugi Sanfugi 如果你是冬天回家 那你在家就很冷 很冷就需要開暖爐 暖爐的日文我們叫做 Stabu 那你不知道有沒有人家和我一樣 就是在家鋪了這個地毯 然後鋪了一些座箭的物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紫色的座箭的物體 我們日文會叫做 座布团 座布团的讀法是 Jai budo 如果你是吃煙的朋友 你家可能會有以下這個東西 就是煙灰缸 煙灰缸的日文我們叫做 Hai jai na Hai jai na 接下來這個電器 我想大家家都會有的 因為無論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洗完頭 吹頭 或者塞頭的時候 都會用到這個 風筒的 風筒的日文我們叫做 Doraya Doraya 接下來介紹這個 大家平常不會留意到 但是你每天都會用到它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這個 因為你所有電器都需要 插梳的嘛 插梳的日文我們叫做 Bur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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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說的 就是大家平常也未必留意到它 但是呢 它是小小支小小支的 很有用的 尤其是在你洗完澡的時候 可能耳朵入了很多水 不舒服的時候 需要用到它 它的就是 棉花棒 棉花棒的日文我們讀 Mempo Mempo 最後再說一個 它也是由棉花製成的 就是用Cotton做的 它叫做 Cotton Cotton 其實就是我們女生會用的化妝面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 今天講多了十個不同的家居用品的日文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知道的家居用品的日文 可以在下面留言試問我 如果我知道會盡量分享給大家聽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特別的家庭用品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覺得現在科技是越出越新 然後有很多很多新功能的家居用品 都想試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又或者你有沒有留意到 平時有些日常用品是很細微 你未必會留意到它 但是原來它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譬如我之前搬屋 我留意到原來這些掛鉤 對我們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可以貼在一個廚房、廁所 然後掛了很多毛巾、膠袋 但你平時有沒有留意到它 譬如這些家庭用品都很特別 那一刻搬屋才會留意 原來它是小小的 但是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今天的日文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還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看到一些日文的資訊 還有我遲些會拍下這個 iPhoneX的Emoji放上去IG 所以你記得追蹤我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再見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都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按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那就再見 拜拜